八点花去爱上巧克力 男主角终于向女主角告白了 不过跟屁手小组到了现场 却发现小孩蛮长跑 状况连连 怎么一点都不浪漫啊 广告回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八点花去爱上巧克力 终于让大家等到佳华向西恩告白的这一刻 王渝跟屁手小组当天接获消息 马上拿着摄影机冲到巧克力店里 没想到这场王子向公主表白的戏 一点都不轻松哦 我有一种被整的感觉 因为我最近当习惯男生了 然后你知道男生身上有个瘀青啊 会有点疤啊 你就觉得无所谓 可是一穿上公主的衣服就觉得 全部都要遮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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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 因为我是平瓏海嘛 那硬要收成斜瓏海 也弄了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化妆啊什么什么 四五十分钟吧 哎哟 瞧瞧 任命点 公主就是得要花点时间打造嘛 因为我怕冷嘛 然后遮起来 刚刚你照姐姐说 哇 简直就是足球队的那个足将 因为这两个是真的 对 這天天朝下 卡卡卡 公主怎麼變成足球員了 喬喬一時變回女兒身 還不太習慣呢 尬的喬喬怎麼才吹一下 又變回足球員了 記得在旁邊的王子Vanesse 趕快耍man 公主 我為什麼有點不想要配你 怎麼樣 你覺得喬喬繼續漂亮嗎 很奇怪 看不到啊 眉毛看到裡面 好啦Vanesse別生氣別生氣 等等瞧瞧正式演出時 就會脫掉外套啦 截圈完服裝後 正式進入巧克力店裡拍攝時 跟屁從小組發現 現場的林妍小朋友 怎麼走位怎麼講台詞 變成大家頭痛的問題 我怎麼記得你在這邊 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他在你面前面 他在你面前面 那不要看這裡 你們看你們自己手上的棒棒子 好不好 然後在比賽的時候 會出來了 會最好吃 看我 這美人又沒有在看啊 看我 看我 我 我 你在表演 還好林妍小朋友都很聰明 經過指導後 正式拍攝都沒有出錯 等戲的時候 演與演員打成一片 讓現場瞬間變成了安親班 小小 等一下不要把這些小孩子給吃了 謝謝你爸爸 我不會去小孩會吃你 我們待會叫中心奶油 去買一整包給他們吃 然後買真的巧克力給你們 他對小孩最好 他剛剛媽媽 他對小孩最好 兩哥 好 兩哥 好好演 兩八個 心靈牙姨會老的 心靈牙姨會老的 說 念心靈 兩哥一直是說 妹妹這心靈顯示 同一個風格 對 對 莫非兩哥是想當經紀人 把這位林妍美媚 培育成心靈的接班人 這時還是等到妹妹長大再說吧 導演看到現場這麼歡樂 也引起了童心 耳作劇啦 其實這算是我們以前小時候都會畫的 像記得我們之前出道的時候 我們公司就有一些我們自己的海報 我們就會多畫幾顆字 比如說有 有消息騰字 楊承林字 還有 品克帕字 不過講到點字畫 虎舞王子似乎異想天開囉 而且搞不好 人家誤認我 我點一顆字 然後裝成女生一點 然後走在路上 人家會 楊承林 不可能 不可能 王子不要以為連點顆字 就可以變別人囉 道士尼的態勢得小心 導演的耳朵很尖喔 大師有私生子 夠夠 不要想胡說八道 大師 你竟然有私生子女 胡說八道 大師有私生 大師有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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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胡說八道啦 不只王子的台詞有小失誤 Vernice在走位的時候 也想鬧一下攝影師 他有直 在旁邊 就 一開始 就這樣的話 出來以後 還沒想出來 不是 我 我要去跟 跟你說 說 說什麼 天啊 攝影師與Vernice的對話 怎麼比在場的小朋友 還要幼稚啊 難怪喬喬會對 林妍小女孩說這樣的話 睡覺吧 我 王子不是好東西 不要相信他 唉唷 喬喬應該 應該是開玩笑的吧 看來他和Vernice私下 應該很熟了吧 我們已經算熟了吧 應該 太熟了吧 今天他快爆白了是不是 你說戲 你是不是 還私底下 對 當然是私底下 想問戲的 最好是 有先要用他的電話嗎 他今天要給他電話 他當然是私底下 他只要問戲的啦 你看他拿著轉來 看到喬喬保持神秘的樣子 讓跟屁蟲記著 要發揮一下狗仔精神 從Vernice這邊套話啦 她的那台 你現在跟喬喬的感情非常棒 哥們一樣 我們一起吃一吃吧 我聽喬喬 長髮不是這樣子 聽誰 喬喬 好似喔 對啊 大家說什麼 你們自己家很熟 跟哥們一樣 這是哥們 沒有戶留電話 沒有 他說有嗎 他說是祕密 所以 這是沒有 這是沒有 小蕉 小蕉 你看鏡頭 你看那個 你剛才跟完全娛樂說什麼 他們怎麼說 我們感情現在變得什麼 越來越好 看吧 我們完全 我們被人家拆穿你了 我們完全走不出去 我們都進來 好吧 笑記著輸了 雖然反得知 兩人私底下的熟悉程度 但至少在戲裡 喬喬是很擔心 粉絲被對手 林恩搶走的 怎麼比啊 可以的啦 我這個竹葛亮的頭 我怎麼跟林恩換 你還有假髮 我不能一直看到假髮生存啊 搞不好粉絲喜歡短髮的 搞不好她喜歡竹葛亮 對啊 搞不好 怎麼辦啊 林恩小小會不會就失色 對 失色 失色 但私底下 你跟粉絲比較熟 我就是先搶一步 先搶一步 先斬千 哎呦 喬喬要有自信啦 馬桶蓋瀏海 目前也挺流行的啊 如果真的還是很擔心 粉絲會被林恩搶走的話 必要時使出殺手劍 買通編劇 讓這場王子與公主的夢 可以不被別人破壞囉 完全娛樂 天啊 小記者真的好八卦 獨家報導 所以我們剛剛 講得順利是不是 我跟你講 他其實是一個 真的非常用功的演員 我覺得一個藝人會成功 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真的很趕 然後趕到就是 我們在裝法的時候 才拿到劇本 然後那吳建豪怎麼辦 因為其實他是需要 多一點時間去背劇本的 他拿了之後 然後我們換完裝 我們可能就有人在旁邊聊天 他就先閃了 他就先把自己工作做好 對 他就先去 然後就是跟他做的一起 就是把所有 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然後他要講什麼 然後他不會的就先弄好 然後到實際拍的時候 就是都不延遲大家的時間 真的耶 對 他不會就是可能 大家聊天聊得很High 聊開什麼 然後就裝模仿 就來跟大家聊天 還想跟他 他不會 如果大家看你在瘋瘋癲癲癲 就開始的時候 這樣一直出包 等一下一直 一直拍 這樣怎麼對得起大家 這樣是他那樣很不爽 對啊 至少我看了我會很不爽 當然 這種人 我看的時候 就通通心裡這樣 就是翻白眼有沒有 但是吳建豪真的有進步對不對 有 而且很厲害 就是他 各教不見 我覺得他自己進步 然後他的態度又一直都是很 我知道 因為他本來就是很自我 邀請跟管理很嚴格的人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向他學習 學習 好啦